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微博上高调宣布,BHB持仓分红计划已经启动,只要持仓700个BHB,每天快照分红,而高达7%,推广分几百哟,直接可以拿到4%,一起加起来,一天就可以分红11%,再说一次BHB最大的风险就是官网, 紧接着附带着一个交易所的链接,每日分红7%,推广还可三级百哟,回报这么惊人,这是什么项目,怎么这么厉害? 前奉解明确提示,再说一次BHB最大的风险就是官网,更是激起了记者的好奇,这是个什么项目呢? 据其官网下载的白皮书介绍,BHB金融安全区块链平台,下文简称BHB,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开放性与不可逆性,结合市场调研结果,与最新技术进展, 精心打造的全新P2P交易及半金融行业信息安全监控系统与交易平台。 BHB平台致力于通过建立区块链底层架架构技术逻辑,以及商业模式智能合约,将全国买至全球的金融机构,融资机构,投资机构,用户无法连接在一起,打造区块链领域的P2P交易及其衍生金融服务信息安全监控系统。 开放性,不可逆性,最新技术,精心打造,白皮书立开头,各种高大上的词汇就铺入眼帘。 针对P2P行业,没错,就是针对2018年以来,已经历经爆雷,一地鸡毛的P2P。 整个白皮书除了满满,似是而非的理念,还重点介绍了BHBN独特的PBFT技术,默克术,Casper协议等,让人不明决定,社交集娃娃,更是令人印象深刻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关于创始团队,BHB官网,上介绍公司金融工程师,是Bobby White。 黑头发,黄皮肤,引领眼镜,一个典型的东方男士。 但是在白皮书上,创始团队首席成员Bobby White,变成了黄头发,白皮肤,带着宽宽红色近矿眼镜的西方男子。 此外,还有区块链工程师DAVIDCHEN,产品设计师Gregory Mas,依然,令人惊叹。 官网 团队白皮书 团队记者扫描封记微博推荐的二码,是新比特XBTC全球人民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。 但是微信提示,由用户投诉并经平台审核,存在未取得法定许可证件或台照,发布,传播或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行为,账号已被停止使用。 BHB的高分红返余机制是什么? 凤姐的微博配图解释得很清楚。 据了解,这次分红BHB团队出资2.6亿,新比特交易所出资4000万,联合USDT1。 总加密数字货币,交由USDT1等于1美元,推出首轮持币分红方案。 分红活动从持币24小时之后开始计算,至分红7%,有效账户分红条件,要新比特交易所账户,持有BHB数量,大于等于700枚。 2.平台24小时快照,每小时快照一次,许每次快照均持有700枚BHB以上。 BHB攻略同时,还有返余机制,譬如主用户X邀请雷A,并且还有2级B和3级C。 那么主用户X的收益,除了自己每天的7%,还能得A持币总量市值均价1%,B持币总量市值均价0.5%,C持币总量市值均价0.2%。 而且配图明确备注,1级A,2级B,3级C推广用户数量不受上限。 分红收益以USDT的形式返还,时间为策日18时。 官方宣称,分红直接以USDT的形式返还,且持有的BHB也可随时兑换成USDT,不锁仓。 以BHB,开盘架要USDT算,假设计者投资投资700USDT,买700BHB,下面发展一个A级用户,一个B级用户,一个C级用户,每个用户各持700BHB。 那么记者一天的回报,就是8.7%,7%,1%,0.5%,0.2%,这算为月回报是261%,年回报是3132%,回报惊人。 这才仅仅几个下限用户,若是记者在拉若干下限,回报更是指数翻番。 通过BHB官网的二维码,记者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。 对方朋友圈展示的官网后台数据显示,1月16日,今日活跃客户,158,531。 今日下单用户,1777。 今日成交单,8M4974单,从2018年11月1日才上线,就取得如此成绩,项目发展迅速。 凤姐跨界币圈,其实BHB并不是第一次。 其实关于理财,早在2015年8月11日,凤姐就在微博帅出自己的。 美国理财记,表示自己在美国炒股亏了20万,并结合自身经历先生说法,全网友一定要多加理财。 凤姐表示,自己在美国炒股亏了20万,后来在余额宝等平台投资理财一个多月,感觉国内钱比国外的好挣,呼吁大家学会理财,引方网友热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